五月底 李凤头PT精心设计的胡杀事案 已经六个星期了 夫妻俩花了二十八天轮流复旦 耐心得到了回报 三只小鸟正全坐在潮里 在潮边的是熊鸟还是雌鸟 很难说 它们看上去很像 不过这没关系 它们两个轮流喂养小鸟 在喂第一条鱼给小PT前 父母要让它的喉咙做好吞咽的准备 它们会拔下一根绒毛给小PT 让它吞下去 现在它们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享受第一层了 这条鱼对于这么小的新手来说 太大了 好吞咽的软咽的吃蔬菜 第四只蛋还没有孵化出来 很可能已经孵不出来了 没有必要再去孵化它了 还是省出精力 用在前三只上 父母带着它们进行第一次远足 去湖上